2月24日香港名媛财天凤遇害 前夫已经落网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这些财天凤加紧奥月 有过两段婚姻 她与第一任丈夫育有两个孩子 离婚后又嫁给好婚丈夫育有两个孩子 21日下午 财天凤暗时去接前夫的女儿放学 但之后并没有回家 直到24日她遇害的消息传出 有媒体联系财天凤的闺蜜方言 但对方的家属替她回绝了采访 原因是方言现在很紧张害怕 一时半会还没有从好友离开的消息中走出来 光复成也紧急回家安护妻子 其实方言跟财天凤是非常要好的闺蜜 双方不管谁过生日都会聚在一起庆祝 两人还一度因为长相被称为真姐妹 可惜财天凤才28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剧警光透露 财天凤遇害的原因疑似以前夫发生经济纠纷 两人的婚姻虽然维系时间不长 可财天凤很善良 离婚之后还会主动帮财富解决经济问题 没想到财富一家贪得无厌 才导致悲剧发生 目前前夫的父母以及哥哥已经被捕 南风也已经莫忘 也希望早日还财天凤一个公道